你这是在说 欧许晗的感觉不如我好 还是 你在他面前还不够卖力 赫子凯 如果欧许晗一个人伺候不了你 还有其他女人 你大可以找他们 以后 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了 说完 承诺推开赫子凯 快速转身下床 准备去浴室 赫子凯急忙起身下床 大步迈出去 就在承诺快要到浴室门口时 被赫子凯一把抓住 狠狠地拽了回去 不要再见面 你就这么 不想见到我 是 我就是不想见到你 我现在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家庭 我不想与前夫 与以前 有任何牵扯和瓜葛 你就这么爱公益 对 我爱她 因为爱她 我才嫁给了她 才有了 我们的女儿 承诺 如果那份离婚协议书我不承认 那么 你现在的婚姻 就是重婚 重婚罪 你觉得你要承受什么 赫子凯 离婚随义书 是你亲笔签过字的 那又如何 欺骗下的签字 并非我本意 你觉得那张破纸会有效 你 承诺 在我还没有做什么之前 最好 和她离婚 否则 我会让你的生活 支离破碎 赫子凯说完 转身 走出卧室 去另外一个卧室里的浴室洗澡 西曼国际大酒店 总统套房里 公益坐在卧室里的凳子上 弯着腰 双手扶着额头 目光看着地板 又一个夜晚 诺诺还是不在自己身边 自己回到酒店 发现诺诺不在 急忙找酒店的人询问 等调查了监控录像才知道 诺诺 还是被赫子凯带走了 此刻 手机响起 公益听到铃声后 才稍微缓回来些思绪 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号码 情绪快速调整了一下 才接通电话 喂 小美啊 孟爸爸 从小孟又干嘛去了 怎么不接我电话 我家诺诺今天太累 很早就休息了 哦 我就说呢 原来我们家程小诺睡觉了 公爸爸 程小诺那么累 你也一定很累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 明天记得告诉程小诺 就说 程美丽想她了 让她记得 给程美丽回个电话 好 明天一大早 我就告诉诺诺 嗯 公爸爸 晚安哦 公毅对女儿说了晚安后 这才挂断电话 看着手机里的平保 是诺诺和小美开心的合照 公毅看着这张照片 越看 心里越难过 程诺写完早出来 穿好衣服 已经凌晨两点了 找到自己的包包 从包里掏出手机一看 好多个未接电话 却只有两个号码 公毅和女儿的号码 承诺立马将手机 放进包包里 拿着包包转身 就朝门口走去 去哪儿 回去 贺子凯拉住她的胳膊 冷冰冰地说道 留下来 不行 我要回去 这么着急见她 你 是 我很想见她 承诺急切回答 努力反抗着贺子凯的手 这一下 居然反抗开了 没有过多的停留 承诺立马离开 看着她的背影 直到门关上 贺子凯还是不愿意回神 心里觉得 她还是在这里 在自己身边 承诺离开酒店 准备打车 回西曼国际大酒店时 突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急忙看向四周 寻找着自己要找的地方 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 承诺终于看到了一个 二十四小时便利店 还有一个 二十四小时医药店 承诺兴奋的 立马走向医药店去 二十分钟后 承诺回到西曼国际大酒店 走进房间 看见公益卧室的门没有关 而且灯还亮着 承诺快步走到卧室门口去 这才看到 公益在凳子上坐着 公益 公益听到熟悉的声音 急忙站起来 就向门口走去 站到承诺面前 脚步刚停下来时 公益就将承诺捞进了怀里 紧紧地抱着他 诺诺 我还以为 你今晚 不会回来了 没有 不会回来的 我回来了 嗯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嗯 我没事 你赶紧休息吧 我也回房间休息了 嗯 报了承诺好一会儿 公益才不舍地放开 早晨 公益八点多就醒来了 起床洗漱完 穿了身简单的休闲装 去了隔壁承诺的卧室 承诺还在床上熟睡着 公益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也不打算叫醒他 帮他盖好被子 准备起身离开 可是刚起身 公益突然一道余光 注意到了承诺的包包 包包没有拉住的拉链处 露出一小点盒子 那个盒子好像是药盒 公益心里有好奇心 但是又不想在 诺诺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去看他的包包里 矛盾的心理 公益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怀着好奇心 将那个药盒拿出来 刚看到药盒上清晰的字时 公益的眼睛不由得睁大了 诺诺在吃避孕药 两个晚上 诺诺和贺子凯 自己没有亲眼见到 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 可是完全没有想到 诺诺会吃 记得五年前诺诺说过 她嫁给贺子凯 那方面从来没有采取过措施 怀上小美是顺其自然的 可是现在 诺诺这样的举动 是说明 她心里已经不爱贺子凯了 她不想再和贺子凯 有任何交集了 想到这里 公益脸上的表情顿时变了 随后将药重新放回包包里 转身再次走向床边 诺诺 以后 我会一刻也不离地保护着你 不会再让贺子凯 靠近你半步 诺诺醒来时 已经快中午了 揉着朦胧的眼睛 从床上坐起来 晚冲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诺诺下床 去浴室洗漱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 朋友帮小美联系了一家贵族幼稚园 里面的孩子都是西岗市 名门贵族孩子 所以我想过去看看 提前和幼稚园老师沟通一下 等小美过来后 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 嗯 这样最好不过了 你要和我一起过去吗 还是在酒店里待着 我还是待在酒店吧 一会儿上网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投席简历 争取在小美和叔叔阿姨过来之前 确定下我的工作 嗯 也行 两人吃过饭后 公益就离开了 承诺开始拿出电脑 在网上浏览着招聘网站 一个小时后 给公益打了个电话 知道公益在忙 两人约好 下午会立设别墅捡 挂断电话后 承诺不知道要去哪 想想 还是去商场逛逛 给自己家的城美丽 买些漂亮衣服 来到商场 承诺独自一个人漫步逛着 在儿童区给城美丽 挑选了好几件漂亮的衣服 随后承诺看了眼手表 觉得时间还早 想想 既然来商场了 那就去南庄区逛逛 顺便给公益买两条领带 而此时 商场南庄去的另一边 安林跟在贺子凯身后 准备去拿前几天预定的领带 你好 麻烦帮我拿下这条领带 好的 请稍等 贺总 欢迎光临 贺总 欢迎光临 承诺站在柜台前 当听到导购们甜蜜的声音 还有身后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贺子凯 Would you like to take the Effective aisy 感谢观看